大馬路上 機車騎士跌坐在地上 表情痛苦 而一旁的路人趕緊上前關心 接著器畫面拍到 一輛機車急駛而來 接著撞上公車倒地不起 機車騎士一度被壓在車底下 動彈不得 縫一聲很大聲啊 然後機車就倒在路上了 就看很嚴重 那個騎士一直被壓著起不來了 感覺非常嚴重 我就是上下客人 我還沒停 就蹦一聲我就嚇一跳了 剛好跑行程的安樂區市議員候選人黃季棠 目睹整個車禍過程 看到機車騎士被壓在車底下 也幫忙報警並上前關心 剛好經過的時候 就突然就看到地上 他這個就跟機車跟這個公車撞擊 然後倒在地上 然後天雨路懷雨也嚇很大 我就趕快下車幫忙他撐傘 並且協助他 傷者的情況是 我到時候是第一時間他剛好倒在地上 包括眼角手指都可以明顯的 有受傷在流血的情形發生 趕快讓他先簡單的做 趕快先做拍照 然後趕快把他 趕快把他扶到旁邊 因為畢竟下大雨 一直在路上淋雨 躺在地上也不太好 由於撞擊力到達 機車和公車零件都有受損 救護人員到場 先將騎士進行初步包紮 送一急救 還好沒有生命危險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我到達 我到達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